在风水中我们强调一定要用金螺盘 不要用黑螺盘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金螺盘 不是黑螺盘 那么里面是长金 不是外面 是里面是金 里面是金 那这个叫洋宅螺盘 如果里面这个金变成黑的话呢 那就变成了这个阴宅的螺盘 这个要分得清楚 螺盘大致上呢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的螺盘 不应该说去用其他的 就是用自己的螺盘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他的这个大门 这样叫朝向 我现在站在外面 这样叫朝向 我们抓这个呢 一定要量瓶水 还有一定要到达 比如说他这个门的举二 就是四百一 看到吗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边 从另外一边再量多一次 干是不是 看到吗 也是四百一 那这就是正确的 所以门挂 这个门挂 插一线 富贵都不见 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给我们看风水 你们完完全全不用担心 我们从进门的气口 就非常非常仔细 然后走进到大门 继续帮你们看风水 希望有一天 这个螺盘能够来到你家 就会让我们看风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